这就是人家私人庄园了 这东西人家私人的 我们不能进 一辆车都没有 这地方平时也很少有人来 现在我要去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就是纽约长岛的富人区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豪宅都长什么样 据说好像都是在森林里面特别隐秘 越往北走 这边好像都越好 全部都是树林式的 对啊 现在往北走 看不见房子了 实际上房子都在树林里 上屏下人的 就是往北走越走越富 宋美林的故居 她的故居就在长岛 那离我们这应该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那我们现在今天去看一看 好 就她妈妈跟孩子不愿意去 那我跟姥姥我们一起去 嗨 对啊 我那边的故居就会在市场里面 好 好 我这里 我现在去看一看 都是房子 这边其实都是富人区了 我们看不见房子的地方 其实就是藏着里面好多豪宅的 你看这里面 进圈 这多吓人 到晚上 你看这一条路进去 很私密 你知道吧 你想看都看不到 你看刘欢从多来这家 刘欢不是 刘欢在大井 他在大井 大井房价也很贵 那谁呢 就是周立波去那家 周立波 那个叫亨廷顿 就是亨廷顿 在海里往前 那个也是个富人区 那周立波他晚上肯定也是像这种路 就这种荒无人业的路 是 因为他派过 派过他家住的那个地儿 对 他那也是很大的庄园 很大 这地方绝对是亚老的地方 宋美龄晚年在这儿住那就对了 实际上他自己挺不多 就他那个外甥女儿 你陪着他到那个叫孔什么 孔令什么 对对对 你说他那个宋美龄这一辈子跟蒋根石没孩子 宋千龄跟孙荣山一辈子 没有 也没一辈子啊 就那几年还要 这会儿也没个孩子 右边就是一个豪宅 这边都是一个豪宅一个豪宅 只要一个口 你看这就是一户人家 这里面多大 刚才那里面进去好像都看不到房子 都先得走一段路 山路 你看这儿 这也不方便 你出去买个东西 那人家不用自己去买啊 这一般都有保姆物 就像这种房子 不用自己出去买 有用人 对 有用人 你看他们这房子这么大 那税得多少 那是啊 那一般人 就送给你 你都住不起 是啊 就是他们的地 你看这地 你看这么老大 你说 这就进来这个地方 像不像山 就是山里吧 咱这车开在山奥里 对啊 山奥里 这就是一家 你看每个门口有那个油箱的 报写 对 你看这就是一户人家 这边啊 这大白天还好啊 你看大晚上走到这个路上 你这车轮向的从那里穿出的大灰狼 哈哈 你看这是挺恐怖啊 你看这有个油箱 这是三个油箱 三个油箱 这就是一户 这就是一个人家 你看那么大 对了 我把这个拿下来 拿下来 你拿着 你拿着可以就是这边 对 可以拍那个窗户 对 你看这又是一户 看见吗 这 这就是一户人家 你看这个 这个大铁门 对 这也是一户人家 就围着渣来吧 感觉好像在那边 火火烂烂的啊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现在大城堡 城堡 对 这个地方停车都没法停 坐在路上 这又是一户人家 感觉好像是 像我们国内那种山女的那种度假山庄 这边房子太多了 这房子也估计不便宜 我感觉好像不贵 我感觉不能贵 不会 那你不信我们回去查一下 这边房子绝对不会便宜 这是沿着海湾了 这个已经到了黄中谷了 这个地方就是黄中谷 对 对 就是黄中谷 就是那个宋美龄布局 它就是属于这个房子 刚才我们兜了一圈 现在回来了 刚才在车上呢 我跟我怨不良 跟人打赌 他说那边的房价呢 说的比较便宜 那么便宜 那我就觉得我说那边房价挺贵的 然后我们就回来搜了一下 搜了一下这个ZERO 这个软件呢是专门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房产的这样的一个APP 我们可以搜一下刚才去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Locaster Valley 就是Locaster谷 翻译过来 这个地图上写的叫Locaster谷 好 这还有一个500万的 我们再看一下500万美金 各时百千万 5073567 这个房子是8个卧室 12.5个厕所 12个厕所 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像一个城堡了 大家看 500多万 573500万的房子 这还有一套是675万的 我看这附近是最高的了 这房子厉害 这个房间不多 只有7个卧室 9个厕所 但是地很大 100万 200万 300万 你看这样的房价 在这比比皆是 真是山林 真是山林 这个地方好像就没地方平常 你好 想要路边路去 对 往往往往往平行一点 对 对 对 这就人家四人庄园了 对 这都是四人庄园了 这都是四人庄园了 那就是在这儿了 我怎么觉得这话跟半天很不一样呢 啊 我怎么觉得这条道应该是这种 对 对 你要跳红还是不好跳 这个地方 再扎进去 这个是人家的私 私人的那个什么 这都是人家私人的 我们不能进 那这个好像还真下不来 下不来 这是人家私人的 这块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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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吗 到了 就在左边 左边的车就刚才敢看了 没有 嗯 目的地在您坐 就进了 应该是进了 应该是进了 对 但是我们现在没法停 我现在往前走你了 找个地方先停一下 这是私人庄园了 这是庄园的门口 在那边停 对 一会儿没车的时候 你那个啥 这样挑 从那挑 挑过来可以 这是大庄园门口 你看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这个宋美龄故居 但是应该就在这一带 这栋房子应该不是 现在是多少 143 143 那我们走过了 对 那我们得往回走 一个是这个地方 现在不能停车 都是单条道的 路边我现在只是在 这好像是别人家的门口 对 你看就是别人家的门口 是 你看这边就是一条 一条小径 一条小路 我好像是通向这个 他们家那个大门的 我们现在是停在人家门口 所以我们不能停太久 那第二个呢 你在这边拍好像很敏感 我看刚才有一个车开过去 然后他看到我举的这个小摄像机 然后他就用那种眼光瞄我一眼 就是感觉好像很很警觉 对 非常警觉的那种眼神 就是这边吧 都是富人区 所以这个特别私密隐秘的地方 我们掉头回去 掉头回去 一会妈你拿了这个摄像机 然后我们迈点开 我现在定的这个位 你看这个导航就过了一点点 我们往回走一点 应该就是了 路上都没有车 一辆车都没有 你看 这地方平时也很少有人来 你看 这一片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那就是这个 往后到的 啊 后面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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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车 我们现在让他先过 那就是这样了 把窗摇下来 对摇下来 对摇下来 这就是 封门林故居 这都看不见房子 对 都在里面 你看这大树 你看这些树 对啊 你看这一片真是 全部都是吧 嗯 这一片 他这房子肯定是应该在里面 对 但是现在只排到了这个 我们现在只看得到外边的 对 所以他这个房子你就下去 你也看不到 看不到 后面有车 他说咱还说绕呢 往哪绕 我绕了后边 可绕不了 哇 这个就是一个树林吧 嗯 嗯 现在绕也绕不过去 绕不过去 他这个房子啊 他一般就是豪宅 就是让你看不见 嗯 嗯 我这个又说啊过来过来 我就放在那边 我就 就飞扇了 我们还得再重新挑个头 这一块 它95它1到67了 你看它这个多少 对 就在这 95对 这是95 97 99 101 你看那么多 这个看不见的 你看它这就是一个大门口 你这个大门都不在这 大门都还在里面 你看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家了 哎呀我们兜了一圈 这看着眼花缭乱 看着心惊的 就怕这个看病人隐私太多了 这个也不行 我们不能太近距离的去拍 所以说我们也就只能在外延 这个路上拍一拍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长岛的滴滴道道的这个富人区 都是豪宅啊 这个宋美龄就是晚年 大概 他好像七十年代就来美国 然后又回去了 对蒋介石去世的时候是吧 蒋介石去世的时候他就来美国了 然后后来又回去了 然后后来九几年的时候又来美国 就一直就在在纽约去世的后来是吧 所以说他就一直这个晚年就在 没有他在这生活这会儿他去世的时候是在 在那个在曼哈顿 对对他在曼哈顿还有个公寓好像是在曼哈顿去世的 但是他晚年一直是在这个长岛这个地方生活的 所以基本上 就那个95号 对95号 基本上就是这一片了 就是这这片区域 就是这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 适合老人家晚年养老这个地方 一般在这儿的这个这些富豪 他们一般都不止一套两套房子 对啊 我要是在这儿居住我就得管管 对啊 你就出不去了困在这儿了 就跟那个坐牢一样是吧 对啊 但是走路没有行人走啊 这个地方没有行人 这个地方你看人行道也没有啊 连车行道都是一条 对 你看就是你看这个这个路 基本上就是过去一条来的是一条 就是就是担心道 对 他压根就没有给这个行人设计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不是走路的 你看路上 我们那边路上还能看到骑自行车了 这边连自行车都没有 这一辆跑车过来了 看他不要掉头直接也能走啊 从前面走也行 从前面走让咱们拍一下 前面的那一片 它前面有个弯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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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多少这个 那你说当年宋美玲 那我感觉就像在这软禁在这里 它其实就是需要这么一块安静的地方 你说那有啥意思 你说外边的世界啥也看不到 那人家年纪大了 咱像不像在这山里头 山建里头 你看看 年纪大了就需要这么个情境之所 继续前行进入克服路 这都是庄围 这里是个大 前方半英里 右转进入Full Esteem Road 看 这就是弯了 看见了 这地方好不好 这地方 看 这边 这边看得见吗 这是有山有水啊 这就是一个弯 这个弯直接冲到大海了 这块水还挺大 这是洪水宝地啊 人家说山有水 是坏人 这个地方 开到人家家里去 嗯 家里开到人家 人家门口里边开 这 这 看一下 这是一家的后院 就是人家的后院 多大呀 你看 这得打理这个草 这得专门有工人 你看 这 这是人家后院 你看 我看你了 这得打理这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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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这个草莓 是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